本周市场形成三阳对两阴的K线组合,从全周大盘的表现来看,指数在周一,周四分别出现了两根力度较大的止跌阳线,周一这一根权重骨占据主导力量,周四这一根题材股, 指数在反弹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盘口成交量比较有限,大盘成交量较小,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有力度反弹个股数量不多,且反弹延续度偏差,决定大盘成交量大小的因素是力度,数量,比如券商板块出现联动反弹,但是整体板块涨幅仅有2%,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就有限了, 同样,券商板块中有某一两只个股出现上涨力度,但是其他那个股不跟风,那么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同样有限,本周两市指数大涨,互指,深成值,中小把分别上涨3.06%,4.66%,5.55%,5.01%, 大盘终结了此前的周线七连因走势,创两年来最大周涨幅,创业板周线率先突破五周均线,A股下跌趋势出现逆转,两市成交17,531.54亿元,较上周略微放大了1.25%。 虽然出现大反弹,但是总体量能没有大幅放大,证明场外资金仍然观望得多,盘面反弹一周,却找不到一个领长板块,全是超跌类个股的修复性反弹,即便是科网,芯片类个股及老四新的反弹,也是标准的超跌反弹类别,表现都是跌得越多,反弹得越欢,成交量,没有办法有效成倍地放出来, 更多的是存量资金等,互相博弈,技术上,大盘中阳线以后盘整两天,前天再次中阳线,昨天盘整,这个盘整应该是正常盘整,不除意外,下周大盘应该还要盘整,但只要大盘不跌破前一根中阳线的低点2771点,后期大盘有望上攻到3000点附近,也就是大盘有望向上回补3000点下行的缺口, 道理很简单,这个缺口是周线缺口,周线除当初2100点附近有一个上行缺口没有被回补以外,目前还没有周线缺口没有被回补,所以大盘在3000点附近下行的缺口应该被回补,长线市场而言,我们已经知道了A股调整的极限值在哪里,虽然这个极限值不一定能够跌倒,但我们要心里有数,89月是牛熊分界线, 如果能够把市场支撑得住,那么A股还是有航行可走,否则在完成短期反弹之后,一旦量能不计或热点跟不上,那么这个调整还是很严重的,建议大家保持时度乐观的同时, 多将个股关注点放在突破股上,而且要坚持个股操作原则,我在股市里,一直只佩附两位高手,一位是at徐翔,另一位就是从4万元炒到800多万的民间第一高手at王琴老师, 当然了,徐翔这种等级的人物,离咱们太过遥远,不过我在王琪老师的朋友圈内看到了他今天发的一周分析报告, 而且下周抄底股名单已经基本完善了,今天会发给大家,微信,1252214387追高诡一,升,抄底穷三代,我之前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,本人14年入室,因为没有操作纪律胡乱操作,导致自己40万本金被套的还剩下5万,直到我遇到了王琴老师,在他的指点下,现在我不禁把赔的都赚回本, 并且还赚了6倍,不得不说这全是依靠老师的指点,跟他学习之后,我相信你也会有很大的获益,难得可贵的是老师从来没有向我提过钱,这一点我很钦佩。 这样子怎么能够不合体的钱,这一点很棒,能够不合体的钱,这一点都不合体的钱,是不是想不合体的钱,这一点都在已经给予我,最后出锋了一架了一边,最后来,呢,為什麼有个 raw销比较穿的一样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